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还是DNS domain name server的一些函数 那像它取得host entry之后它可以有一个lis lis就是别名 因为一个主机它可能有好几个名字 所以如果你想取得所有名字的话就可以取得host name.lis 那就会取得所有名字 不过这个用途不大 只是上都会知道这个功词 那另外呢你如果一个主机可能也会有好几个trace 所以如果你想要取得每一个trace的话一样 就是用host entry.trace list 它会把整个iptrace的整体传回来 然后你就把它运出 那我这边就不执行 像我去执行Yahoo OK 它只传为一个给我 但是但是事实上它可能会不想让你知道太多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有一些保留的防护措置 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就比较 比较跟我们后续有关 比较重要 接下来要处理的就不是ip address 我们要处理的是url 就这个 那要处理url的时候 其实 我们要用的是system.uri 就system这一个行事库里面的uri这个附件 那我new一个system.uri 那把这一个网址 我随便给一个网址给它 那它会帮你剖析 剖析 各位 有印象就是 在编译器的时候 有个剖析器 剖析器不是把 把那个一个程式语言 给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一棵树 那这个的剖析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把整个网址拆成一段一段的 然后你就可以取到你要的段落 这叫剖析 那就是说我想要取得绝对位置 绝对的路 绝对的路径 路径 pass的部分 或者是整个网址 或者是它的 authority 的部分 或者是host的部分 或code的部分 code就是只有那个 8080之类的那些 localpass 区域的路径 或者是 它这个for是不是预设 如果是80的话 那就会是预设 像这 然后 它是不是一个档案 这URL是不是代表一个档案 那我有时候只想取后面的这一段 pass and query 这一段 那它都帮你设计好了 所以尽可能它都想到 你可能会用到各式各样的栏位 它通通都弄个栏位给你 就是这样 那query的部分就是 是这一段 就是后面 问号后面的这种 这就是query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很多 网站啊 它会有问号后面的这种东西 那就可以用这方式 取得query的部分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 网站是没有用问号 所以 所以 取得query 有时候不太需要取 那steam就是那个架构 架构应该是指这个HTTP user escape 是不是有跳胎这个属性 那这里我们一样 就把刚刚的程式存档 编译一下 你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刚刚完整的网址是这个 这个叫absolute URI 但是它的paste是只有 这里到问号之前 就是paste authority是指这个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前面还有去负负达入的话 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有 可以测试一下 那host host也是指这个 paste的话因为它没有给 所以它预设以HTTP的预设paste 就是80 到现在 那 local paste也是search is default port 因为804预设的HTTP port 所以它是4 is file 是不是档案 以这个例子而言呢 它是 它是 force 但是这不见得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 它这样子 结果它传为一个档案 那 那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 这个只能做一个 简单的判准 是不是档案 其实 其实你最后要看它的内容 可能会比较准 那 通常如果是档案的话 它不会有这个问号 就是search 然后呢 abc.tst 那这可能是个档案 比如说像这样 book.htm 那这可能是档案 或里面有一个 比如说 hello.js 那可能是个档案 那它根据这样去判定 所以呢 skim就是HTTP 你用什么协定 就是skim 然后user escape 这一个属性 我不是很确定 它到底说 在什么地方用 as force 好 大概像这样 那这个程式一样 剪下来 剪下来 我们今天的课 可能到这边 但是 还先不要走 因为我们 要讲一下 相关的一些规定 有没有 是 什么 你 这边 不这边 有没有 要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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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那这就是执行结果,差不多,应该都是一样 那这就是URL这个物件,它有很多,会分析成很多栏位 那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 先给各位十分钟试一下,五分钟就好 好,五分钟试一下,接下来看课程的规定